第35题 使一弹簧延期长度方向来回振动后产生弹簧波如右图所示 则下列叙述何则有误 我们看到选项A说 AB两点的距离为一个波长 我们的A是所谓的密布 B也是所谓密布 所以两个密布之间的距离叫做一个波长 所以选项A是对的 我们知道波动是传递能量的方法 波动如果向哪边传递呢 那么它的能量也就向哪边传递 图上的波是向右边传播 所以能量也会向右边传播 所以C说能量前图中的箭头所指的方向 从右方朝右方传播是对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疏密波 我们的戒指是左右震动 波是向右前进 两者互相平行 这个叫做重波 所以诸选项也是对的 所以只有B选项是错的 因为我们晓得 波动在传播的时候 波形会前进 能量会前进 但是戒指不会跟着前进 所以他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有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当波向前传播时 弹簧也随波向前移动 这个是错的 弹簧只会在原地附近做震动 不会随波前进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B 我答案选的是B 我答案选的是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